大家订阅了我的频道吗? Hello 大家好 Andy 哥 大家应该看到我现在在 Toyota 我都说我的车都很贪污的大力 总之就是可能大家刚刚看片头的炸车片 看到其实车都有些改动了的东西 其实今天是来说一下我已经搞了什么 都大约开了600多公里 可以说一点我的感受 不过我首先来说我做了些什么 首先就是我换了我的波滴成为TRD的波滴 大家可以看到原本跟车的波滴是很硬 很傻加很异童玩具 波滴其实我买车之前都已经决定了一定要换 然后加了这个手枕 这个手枕本来就是一个胶盆 这个手枕也是TRD 另外很明显大家应该看到就是车盆 车盆已经被我由原装的MOMO 换了这个自己换的MOMO 原装因为它是36匹 所以其实是很大的态盆 最主要就是这个就真的不是我屁股鬼换的 是产生过一些问题是我觉得不会不行的 因为有时候我駕着车 我要转左的时候你的态盆是拧左的 但是当你做针子你的脚是会发油的 就是你的态盆拧左 但是你针子你的脚是这样发油 但是被撞到那个态盆 是会抵消了转弯的力 那这个态盆是真的惯到我的大腿 那可能你会说你试车的时候不知道 那我试车不会差只砍个弯的嘛 就是这样 之后就觉得真的有点危险 还有原装的态感太轻 可能就是我上一部车很重 那当我换成这个现在这个是32匹 那在车的比例上我觉得是很合适的 就是可能大家觉得32匹很小 这个态盆很小 但是这辆车这么小 用32匹其实那个视角上是挺合适的 还有32匹之后的手感 那个态盆的重量 我觉得是完美的 是跟TAP RO很接近 这个重量是我很喜欢 而且它已经不会再碰到大腿了 我当时觉得 这辆车的空间感是解放了出来的 那今天是来做些什么呢 今天就很厉害了 我换4喉 那换什么呢 HKS 但是为什么会在Toyota换HKS呢 是有段估计的 HKS和Coopin 一起出了一条喉 其实它是原装 你买车的时候可以选择的喉 这条喉是确实的 是合法的 它比起原装的喉 就大约高了 不知几分倍 主要其实它的声音 不会差很远 其实它说 低中转的声音 会好听一点 另外一个原因 就是声音 其实我不太自在 如果我真的要响喉 这条喉我可以买些很厉害的 买些直出也有 主要就是原装的舌喉 大家可以看到这张图 它是向下跌的 我是觉得非常丑样的 这条喉都是我买车的时候 我都决定了一定要换的喉 大家可以看到 完成品 就是这么漂亮的 比例上 比较相差很远 还有什么东西 其实还有很多 我还有一大堆东西想调 外观上的东西 没有去到性能上的东西 还有我想 有很多东西要搞 现在大约花了多少钱 这辆车 跳后就不太贵 包工连装都是七万多日圆 即是五千元左右 加上那些态盘 手枕 波滴 我想我少了一万港元 八九千元 还有多少东西要花呢 我想还有一万多港元 要花 但如果你说两万港元 两万头港元 你换到全部都是正厂的 我觉得又不太贵 对比起无限的话 K-Car 老老实说 那件真的便宜些 改装件 什么都便宜很多 对比起我之前看过 我之前那一部 现在就等 Toyota 帮我修车 接着我们一起去游车好 游车好 游车好的时候 我再说一下我的駕駛感受 我现在回到家了 我今天收到一件件 当然是我自己买的 今天终于收到 它是一双鞋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这双鞋 其实它是复刻板 如果我这么想说 其实这双鞋是2006年左右出的 那时候 以我的印象记得 就是炒到七千多元港元 即是那个年代的七千多元 现在它出了复刻板 那我终于买到它了 这个真的是意识梦想 这双就是陈冠希的 叫做死亡之文的AMX 那如果大家可能 都是在这个年代长大的 都知道这双鞋 当时是多么神 多么多人追捧 这双鞋在那个年代 是比Easy的 那个风气 那到了15年后 15年后 我终于拥有到这双鞋了 好了 那我们现在来说一下 这辆车的驾驶感受 这两三个星期都开了 大约600公里 那我们明天还会去重办 去探望一位朋友 银得更多 那首先说一下 我换了波滴头 换了态盘 和手枕 这三个组合 之后 在我的驾驶感受 是舒服很多的 首先 铁盘就变成一个合理的尺寸 重量手感上也得以提升 我现在对于铁盘是非常满意的 而波滴头 又从一个玩具塑胶 变成一个 碳纤金属的混合体 握上手的手感 实在很多 有些重量 就不像玩玩具 而手枕 转波的时候 是舒服很多 然后到实际点的驾驶感受 其实这部车 也是那句 很慢 即是 60踩到100 这个速度位 真的是慢 但如果以0-60 0-80 去说 我就不觉得 这部车真的 慢到妈妈都不能 我是可以接受到的 我不觉得 很炸斗 我未去到这样的想法 但当超过80 打上 我觉得它是炸斗 这部车的最佳动力 我感觉上 最佳动力 就是在3000到5000 多转的时候 它是最有反应的 过了5000多转 之后 其实这部车也没力了 可能它车轻 但起步 我觉得也挺敏捷 只要是因为棍波 是我自己转波慢 但总结来说 我挺喜欢它的驾驶感受 它给了我的乐趣 乐趣 它的驾驶很截圆 因为头车も小小 又不是快马力又低 压力又低 我主意我觉得 乐趣是来自它的车架 底调 大家可能会看到 这个豬油烏版 它是全车加了汗 当我真的要 砍一个彎 它是把我信心 那将它就是不会觉得 它要扭一一转 不过均患的事情 就是原装避震 就不是太弱 避震我也会更改 如果它的避震可以硬一點 我就會很滿意 現在它的車身有點高 車輪和車身有三指的距離 如果是一指半或兩指 我會覺得感覺上是比較漂亮的 我們來彈一下這輛車 這輛車其實有些造工的位置 我是很不滿意的 在副駕駛直 公子的位置 在前面的玻璃位 是有二音的 我相信真是一塊玻璃夾得不實 我之後會再去豐田跟它說 叫它幫我想辦法解決這個異音 因為很討厭 只有它那邊有 我那邊是沒有的 然後中控台波棍的位置 有一個膠蓋著上去 我覺得它吃得不夠實 或者裡面是沒有膠條的 因為我轉完波帳 扮著的時候 就會有些膠聲 就會有些異音 這兩點是我暫時極度不滿意的 這兩點 但是分開完廠 它一定會想辦法解決 這個我上網看 有些日本人也是這樣說的 這輛車 真的可以 只能把它定位為一輛分卡 實用性 它在這個類別的車 它算是有的 但還是作用不會很大 例如你想買一個盆栽 它是放不下的 但如果你說 我們兩個人去過三日兩夜 四日三夜旅行 放些背囊 放些行李 可以的 這輛車是可以的 做到的 但是我買這輛車的時候 都預料我在未來這兩三年 會再買多一輛家庭車 即是正常私家車 很多觀眾都會問我 想買什麼私家車 我真的不知道 因為在不同條件的情況下 都會有不同的答案 例如它什麼時候會大肚 如果它明天大肚 我還未儲回錢 那就隨便 但如果說兩年後 才生出來 我有年多儲回錢 可能就要看它 有沒有車牌 它現在沒有車牌 如果它考了車牌 我就會讓它選擇 我完全不會選擇 如果它沒有車牌 兩年後才生 我有錢比較多 我可能會買一輛 寶馬 或者賣一輛奧 或者賣一輛奧 即是私家車 安全性能高一點 降水好一點 不奇怪 但是現在 你問我 我想買什麼 我真的無法乘搭 這輛車 我很喜歡 老實說 我買下這些車 都不是開得快 都不是要它的快 只是要和它一起去吃分 那個感覺 就不是要有死亡感 是 就是這樣 現在我們一直開車 開去林空城 然後拍車 那就完結了 多謝大家收看 好似開逢車 這個車鏡片 就第一次 大家 慢慢欣賞 多謝大家收看 記得CLS訂閱分享 給個讚 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 好 可以 發揮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